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也可以说是我们在这一期里头所录的台南爱陶舍里面最重要的一集咯 我想大家都知道台南市立图书馆它的坐落地点是在我们的公园 百年公园 百年图书馆其实就是台南最好的地标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跟我们访谈的对象是我们市立图书馆的洪玉珍洪馆长 馆长 您好 美嘉老师 您好 好 我们谢谢馆长今天来跟我们议谈这个主题 今天这个主题是整座城市都是我们的图书馆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我在写台南八本书里头 我常常用一个朝处台南相处的风景的感觉 试上去跟我们台南的许多人来对话 我就发现台南有一个非常非常美的阅读版图 从人出发 从地点出发都可以看到整座城市人 他的人文景深都非常的漂亮 甚至于每个阅读的人都告诉我们其实非常好的生活哲学 我对台南图书馆的印象 其实应该是从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台南作家 林瑞敏老师开始 我记得林瑞敏老师很喜欢一首诗 是写在我们这个图书馆的 那么这首诗他当时的里面是写给一位 也是台南的诗人叫夜笔 诗是这样讲 他说 在南方的热带公园 我们散步走入绕行 一颗颗不同的树种 谈天说地 群树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听我们批评时政 犯出岛屿的宿命 而今你行过死的硬骨 而我孤独走在岭中沉湿 吸收了释放的分多金 当树叶被阵风吹动 陈雾里仿佛有笛声传来 昔日的言谈笑容能在 我感知仍然与你两人同行 我为什么能够朗读这首诗呢 因为林瑞敏老师是最喜欢到图书馆 他告诉我 图书馆里有人 图书馆里有书 它就是一个与人同行的非常好的世界 我相信许多人也在图书馆里头 如林老师一样 敬论了所有书籍的芬芳 因此我们今天真的要问一问馆长 馆长来到图书馆其实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今天我很荣幸因为馆长邀请也制作了这个单元 我们就在想在这单元有一个划时代的一个点叫做一百年 这一百年正好也让馆长遇到了 馆长有没有特别的对这一百年还有您这几年来您的感觉呢 图书馆在过去是一个以书为主的空间 然后现在呢我们已经是一个以人为主的空间 我们希望图书馆可以成为民众在生活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是很想要亲近的地方 所以因为馆长会在这几年中其实做了很多 不管是他的一个接触的办法呀 或是很多活动把群众邀请进来 以人为核心去设想很贴心的非常好的方法跟制度 对不对 是 那我知道其实呢也就因为最近我们对图书馆的仰赖 期许还喜欢就越来越多的 我们知道这个过了今年就是我们图书馆会有一个新的一个里纯碑 于是今年是101年的 那这个立馆呢它会在展出展现出一个新的火花 就是我们的新馆会亲馆 那亲馆呢之后它会有很多不同的制度 那我想请馆长来谈一谈 新馆呢它未来会带给我们什么东西呢 好的 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儿童阅读这一块琢磨很多 那主要呢我们的一个想法是习惯呢就是从小去养成 那一旦也有这阅读的习惯 就算他长大了因为学业生活上的关系 暂时不再去接触阅读 可是未来他还是会再回来 可是因为现有的管设事实上空间真的很有限 我们希望能够再做更多 所以在新总管呢我们针对学临前的孩子呢 我们提供了一个五感体验区 那这个区域呢我们是结合而从早期输养的元素 我们希望培养孩子他还没有到到学校去念书的时候呢 他就具备了一些基本的输养 就是他可以透过游戏 透过说唱听然后来阅读来写字 那未来这一区我们希望说是家长可以陪着孩子一起来 我们自己都很期待有这一区 就会为我们所有台南市民提供非常好的五感教育区了 那我们知道其实新馆的本身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 他其实整个空间都放大了 所以能做事情也比较多了 所以是不是我们有跟旧馆不太一样的地方 新馆他开创了新的格局呢 对除了儿童像我们青少年 很多人都认为说青少年他阅读力比较低 可是我们做过统计 我们台南市的青少年的学子呢 他阅读力事实上是第三的 而且他们到图书馆来是族群算是最多的 可是他可能很多的时间在阅读自己的书 那我们希望越来的空间呢能够更满足他们 所以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可以适合青少年一个讨论的空间 有全开放的半开放的 还有他们可以有专属的讨论空间 我了解 我说你可以提供他第一个你想一个人读书的 可以读中心让你考上好志愿 那第二个是说你们要讨论学术的可以一起来 还有空间可以当做像类研究室一样 让他们可以做发展 那真的是很不错 那所以呢除了青少年之外 我相信台南阅读族群其实跨剧是很大的 那对于我们比较市民阶层的一个阅读族群 我们提供他什么样的服务呢 其实我到这边服务的时候我蛮讶异的 原来台南市的阅读量这么高 这是非常讶异的 那是有文化的读书啦 我统计过我们大概每八个人 七到八个人就有一人到图书馆 真的喔 这个是很漂亮的数据 对 一二三十五六七八一个人就尽管来享用这个空间 就是你在路上遇到八个人其中有一个就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读者 了解 然后大民众有可能他是因为研究来使用图书馆 因为台南市的图书馆我们已经一百年了 它的一个资料的在文史资料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有人是因为研究来的 有人可能是因为他的学业或者是他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来使用 可是有一半以上呢 他是阅读文学 阅读艺术 因为我发现其实要去测试一个城市指标有许多 可是我觉得能坐下来去翻开一本书 是一个城市其实在人文指标上来讲 我认为不仅是高贵 而且我相信是一个长长久久的一种很好的内涵 那我们其实知道新馆还有有关 那你除了阅读以外的休闲 比如说音乐 对不对 这是也很特别的 那馆长他的设计是什么 其实音乐这个我们在 在慕杰这个馆旁边的乐团 我们也成立了全国第一座的音乐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那当然会以这边为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场 你说就是与许时音乐馆为起初所做的 对 然后今年呢我们当然也有一些创新 因为我觉得图书馆希望它跟生活相结合 阅读相结合跟生活 所以我们也提供乐器可以借回家 像借一本书一样把一个乐器借回家 是是是 对对对对对对 那因为其实目前这馆跟未来新总馆距离也蛮近的 我们会以这边为主 那当然新总馆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元素 注意那边有更好的一个设备 还有剧场 我们大家都把乐器借回家 然后谈一谈之后 我想发表 有 诶 新馆有这个场地吗 有有 真的 新馆为一个剧场 对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来为自己开一个演唱会 是 或者一个音乐会 非常欢迎 我想这个感觉的设计呢 其实相当的贴心了 那新馆呢 未来它的场址 其实除了自己本身的馆场之外 它是不是也有它的一个周边的活动空间 比如说 也许会有一个 人家常常讲说 我不在家就在图书馆 我不在图书馆就在往图书馆的路上 但是有人这样讲 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 不在咖啡馆就往咖啡馆路上 那书跟咖啡会有可能在这个新馆里头做结合吗 有有 真的吗 我们打算在四楼的地方 有一个文学沙隆的地方 刚才跟梅夏老师提到 因为台湾的市民有一半以上 他是喜欢文学的一个阅读 我们希望咖啡书香 还有跟对来做一个结合 那也许以后呢 未来我们还会有 因为你一群人聚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可以为你办一个 类似像一个温馨的沙隆咖啡座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这个新馆其实真的很值得期许 但是其实馆长 我们很多市民朋友并不知道 未来新馆的落点会在哪里 是在泡啸 是目前在泡啸的地方 原来它很空旷很大的一块的这种厂址 那因为那一块现在在开发了 是在康桥大道上 然后在东桥七路那个附近就可以看到 所以整个厂址其实会比现在这里大非常多 七倍 大的七倍 那七倍能做的事情很多想必 那时候我们未来馆长所有的这些书籍 它的量也因此会增加了 是 那当然我们希望民众他能够接触到书是比较新的 所以有些如果比较旧书 我们也放在含用书库 所以未来那个馆可以容纳到八十万到一百万车的书 那当然我们在空间上除了书的空间 然后我们还一个我们自己觉得民众应该也会蛮喜欢的一个文创的空间 空间的一个制造中心 然后刚才有提到大家可以借乐器 未来我们在那空间希望民众可以借一些工具 比如说 自己DIY吗 对对对 借回家也可以 就是说不一定每一个家里都要一个电钻 来图书馆借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希望 所以提供所有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管长你发现 整个未来图书馆它的景象是以人跟他的生活做思考 所以提供你也许你的阅读视听 提供你的DIY的作品 然后放在你家里面 然后工具可以提供 还提供你的休闲的一个很好的乐器 所以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设想 正好馆长很幸运在这里头 你也担任了这个整个种播化跟丑化 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运作者 那我想呢 不知道馆长您对自己呢 这么样的一个馆长的角色 您的期许是什么 我只要看到民众喜欢到图书馆来 我就很开心 那我也觉得说 未来图书馆我们就做一个平台 一个大家阅读交友学习的平台 我们又往这方面尽量去努力 那也希望民众呢 真的很愿意来亲近图书馆 亲近阅读这件事情 好 我们谢谢我们的馆长 其实把一个今天的工作当做事业 是值得尊敬的 当做置业呢 就很迷人 所以其实馆长呢 今天这种经验的精神 让我们感觉非常的迷人 那我们知道其实从图书馆出发呢 你可以看到台南其实我们说过了 八个人就有一个人在阅读 所以台南的阅读生态到处揭示 我们接下来就要到凤茶去看看 一个店家老板 人家怎么阅读呢 提供你很好的阅读建议 谢谢我们待会跟着我们一起敬凤茶吧 各位亲爱的台南爱塔城的朋友 离开图书馆之后呢 我们来到的这里是公园路八号 也是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的 一个很好的人文的茶店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凤茶 我们今天呢要访谈的对象是 凤茶主人叶东泰先生 美夏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听到叶大哥的这一声问号 我跟各位说 你有何康的啊 有茶汤泡 有茶汤喝 还有四汤汤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其实各位知道 凤茶 你如果来这边买一杯茶 你会发现它其实呢 不只是给你一杯很好的台湾茶 它更告诉你 其实里面有一首诗 叶大哥呢 他喜欢为每一种茶品写一首诗 比如说玫瑰清茶 它是这样写的 买一座青山 直满想念的玫瑰 等你 你看看这个玫瑰多深情啊 然后呢 羊桃汤的绿茶 酸酸甜甜的对不对 他这样写 心里酸的寄给星星 留下甜的全部都给你 然后呢 他会这样告诉你 你怎么喝他的葡萄柚的绿茶呢 他说 转一种心爱的酸色 背对着你脸红 其实呢 我跟各位讲 最猛的是这一道茶 这道茶呢 上面的招牌叫 木烫青茶 木烫青茶上面它这样写 烫伤你 因为我的心够热 各位知道吗 其实我一直在台南写 台南过生活啊 或台南所有的店家里头 我一直觉得有一点 让我很感动是 台南的店家 不是说他在开店三十万 他是真的做一个店家老门而已 更可贵是 他开店三十年 既是老门也是一个诗人 叶大哥就是一个最好代表 所以我们相信 叶大哥一定有很多 饱读诗书的经验 我们今天就来跟叶大哥聊一聊 叶大哥 那一个茶 我看得这么漂亮的是 你真的这个阅读经验 我们正要跟你好好聊一聊 你觉得招牌是什么样的事啊 招牌在台南特别 我感觉是 店头比较容易 是怎么说 因为我们出门去都会 看得有很多 我们以前的历史 这是一种历史的口感 就是你觉得台南的现场 是呀 我们属于乘的地方 就是一本切就是这样吗 对 对 那你如果一直很久的看 不管在时间的看 他可能是三百年前 两百年前的东西 历史的景深很长的 对 或是说他的跨度 他的这个艺术现象 对 包括一个工艺基卡 在里面 就是你说看到他很多元的 有艺术的人文的工艺的职人的 还有包括这种生活的 是啊 所以你就感觉 在这里的地材 那个口感特别多 对对对 所以他的题材有这么多 所以当然对我们来讲 阅读的每个面向 在台南的生活中都可以读得到 是 以来的但是我有很好奇 因为我知道你是 陪欧来的人 对对 那陪欧来的人来到我们这个乎乡 乎乡的人文谨慎 恐怖 非常的深奥 那陪欧来到家里 有没有特别的感觉 还是要怎么站起来 还好在这里开一个店 下一个室 在这里安安稳稳的 做小台南很优雅的 许多老校有 这可能还是一种好文吧 是当我们小时候来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对这里 什么是台湾的 感觉说很贤献 了解 因为 东西好吃就算了 还有那里面有很多汤 了解 尤其是富山 对 什么吃东西都有 我只说话不太习惯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是海口轻 了解 台南的山更轻 更温柔 腻 蜜好感的感觉 就是很温柔的一种感觉 对 对 所以 每次我们说的 可能孩子就会跟我们笑 说 你这是哪里来的 开始就缺口了 了解 口感不同 是 不过就是说 大久之后 我们也觉得是一个学生 是 台南有很多 吃的之外的事情 特别是这种廟宇 对 对 他的工业的精彩 和这个历史里面有很多 老林的名字 所在的故事 都有历史感 在历史的景深上 他就会写在这个城市里头 是啊 比如说 一旦我们站在这里 这是台南海拔最大的地方 对 这是海拔 第一管山 对 第一管山 海拔十四 对 那个叫 九龄 对不对 对 那这个九龄 九龄 也很现代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九龄 它的一个特色就是 它其实就是台南在 收纳了很多历史 文化景深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其实 我常常听你在说 台南 世界出现的一本历 这句话是怎么说的 你 这个街道有很多角度 一般人来台南 应该是对吃的 跟这个古籍 最后有这个感受 感受 那我 从朋友来 我的感觉 也是从这里开始 比如说 我第一个大米 我 十月之前 我没有吃到什么叫做大米 了解 有米条 对对对 但是 都没有说吃到 在这个富山吃到的 那种感受的那种味 了解 算有参丢的 丢的背景也很多 旁边还会记得 了解 两天晚上还会想到 了解 那是水生间后 了解 所以可以从这里开始 去了解台南文化 就是你也经常说 其实我们台南生活的现场 生活现场 其实有很多多元的 一个东西在这边 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在阅读中 其实有很多素材 那你感觉这个多元 要从哪些面向来看 嗯嗯 如果说 在我们的目标所看 像说我们这间店的头状 那就是 日本文化 厄前上市 那是起上台 胡椒馆 对 后边 当然是用料理 那些 是天公廟 信用的地方 对 这是清廟的文化 是 到日本文化 是 那我们祖秀兵 是上台大的地方 了解 这也是 生用文化 生用的信用 了解了解 所以可以共融 一个天公 跟一个生意的上台 两个民队民队 对 很好的 兼容包序 这样子 如果说 国家秀兵的那条路 对 叫做 普罗民泽城 普罗民泽 一条大马路 对 叫做民泽街 对 最早的一条街 对 街上就有民泽 那个北七殿 民泽 北七殿 对 对 所以 所以其实台南在一个 文化的信仰之中 去吸纳的 不管是公益 比如说要做廟的事情 或是义政 或是说来什麽 文化 其实它的包装的面向 就是非常多了 所以一大哥 您从澎湖来一定 露得到说 这样没学不行 这样一分脆好好脱 就是我感觉你有趣 就是说 有人说 偷窗 偷窗 但是你不是的 偷窗到真的有一个样子 所以其实 我想希望 大家来办文化 当然 一大哥你都会黏湿 对吗 那今天 要可以来这里 向你渤一厢湿 可以啊 суд起来 我觉得没错 你来 感觉很难 你什么时候 不然 我看一个小岔 是啊 你的主题是 有一个 台南的日誌 台南的日誌 日誌就是最好的生活 最好的一本書 真的很好 這是我在這裡生活的觀察 了解 那當然很多角度可以再來看 問題是我們平常用眼睛看了已經很多了 說是頭髮來 是秀方釋的世界 是是是 很危險 沒關係 我先台南的日誌 大家的日誌來喝看看 台南的日誌 時間出生 青春馬鐵 大幾百年的廚 廚賓好道店 後裏上倒露請鳳梨 後裏上水馬洗很難洗 在這裡很厲害 早上洗澡 會補點心 消耗吃到天賣 所在好順 海邊拍攝 山精過濟 開水流過台灣 浴增山 浴增山 香到老爛 東山靈桿 補至浴增山 冬山 雲爪 燒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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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燙 沙燙 滅燙 滅燙 在自台南 有狗營 鼓聲風風 小腳踏 翁爪 老爺 老爺 滾滾 爺媽祖 十八百幾 老家 可愛 時代見證 有年輕人 經營的夢想 也唱到鄉親時代 亂愛的故事 老家的事 躺到四百年前 都市未來 在中友辦讚美 正在去老地行 開水打 百年馬場 那裡發燒 顧不足 勝顧不足 差頭 望去不得老歳感性 平安 在廟室的香煙 祈禱 真的是很感人的一首詩 你看這首詩裡面 這個是我們講說 在我們的 海那邊 射到山那邊 在我們的 他頭更 射到他頭眉 在我們的 這輩的老輩 射到少年輩 我感覺真的是 很好的一首詩 我想到葉石濤先生 講過說 台南是一個適合 幹活 戀愛 結婚 然後做夢的好地方 這首詩台湾 真的就這樣寫到 其實我也是很好奇 想問問葉大哥說 你若是要這樣 觀眾朋友 推薦一本書 對閱讀 你感觸最大的 你的感覺 要推薦哪一本書 我 因為做第一行業 我特別是 一本 全台詩 全台詩 它裡面其實有五十幾本 對 是我們 國家文學院 文學院好像 編著一個小小本的 讓大家視聽的專輯 小小本也很高 一本都很高 理書這麼輕 所以 國時代 在台南下過的詩 都會收入 所以一本 怎麼叫古典詩三百首 對嗎 台灣的古典詩 剛才是出全台詩 我記得是有一群 非常好的學者來做選 裡面說我們台南很多 有關理書文化 山川文物 非常好的一個作品 這個詩應該對你堅持有幫助 對我們改善氣質 也有真正的一個注意 對不對 所以我想 葉大哥推薦這本書 真的很感謝 因為這本書也是目前 我們台灣文學館 非常希望大家可以來共讀 把我們的詩 把我們的詩 把我們的歷書 從這本書開始 從古典出發 走向現代 我想今天是我們在葉大哥 這裡面我們讀到的 閱讀的很好的經驗 今天我們這一集 介紹我們的館長 以及鳳茶的葉東泰先生 非常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再期待 下一集我們還會到哪裡去呢 下一集我們也找到了 百公百業的三家老店 來跟各位分享閱讀的經驗 歡迎您一起來收看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一集您的 erfahren 最欲望人的笑容 下十幾乎 下十幾乎 製化一排 六乎 Zither Harp